歡迎回來每週一股,環節隔音廠 我身邊的嘉賓,是要財證券研究部經理直耀輝Stanley Stanley,你好 你好 Stanley,這一節先和你回顧上星期的推介 上星期,你和大家推介瑞安建業 同期來說,恆子升了125點 瑞安建業就升了,超過8% 大幅跑贏恆子表現 似乎未到你買入價 是的,正想說,雖然升了很多 但都沒用,因為買不到 因為最主要本身,上星期三好像升得比較多 當然,上一次和大家說的一些基本因素 關於瑞安建業,最大的賣點 都是公司會有些出售資產的行動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但只不過,何時賣就未知 但只不過,在這個衝勁之下 特別是因為公司本身 即使你以現價來比較 和資產建業的折養 21.5都還有一個頗遠的距離 所以,如果真的上星期聽了我的意見 而有些賣入的家庭公眾 現在這一刻,我都覺得是可以再拿著 但未買貨的話,賣入價方面 似乎要回到我的位置,就比較難 所以相對之下,賣入價都是輕微調高了 10.5這個位置 都是維持一個長線的部署 因為本身,大家也知道 就是說,你買資產 當然是公司的決定 這個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但本身,如果真的賣資產 成功地賣出去的話 也可以說,對於股東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消息 所以,維持上線策略 一個比較長線的部署 目標價方面,看了15元這個位置 股價表現昨天就破了頂 今日來講,仍然有升幅 升超過1% 現在最新報價是11.32元 同大家回顧了上星期的推介 今個星期,同大家推介什麼股份? 市場好像不太遷就 應該是否買另類的選擇? 基本上,這隻股份都可以說 由這個節目開始到現在為止 應該是最高風險那隻 最高風險那隻 是,沒錯 市場是否認識? 我想,都差不多沒有人認識 因為,如果你看股價表現 會令人失望 還有,講一句,為什麼會推這隻? 當然,之後會有些解釋 但只不過這隻股份 我想,先看看基本資料 本身,風險是高的 高風險 高風險 但哪一隻先? 不如先講到哪一隻先 浪潮國際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596 事實上,先講一下 一些基本資料 其實這隻股份 可以說是高風險 比較風險上 是我這麼多隻股份裏面 最高這隻 說真的 另外,如果你是以基本面來計的話 都比較一般 我之前推介的所有股份裏面 基本上都比較著重基本因素 但這隻比較特別 可能基本面來計算是比較差 另外,公司本身由創業版轉為主版 在之前的時間 前編號是8141 當然,剛剛講過了 這隻股份可能沒有什麼人認識 以及比較高風險 但之後會詳細解釋原因 基本因素一般 都會和大家推介 一向我們做每隻股 都是那隻股份 基本因素好才會和大家說 是,沒錯 轉頭你就會解釋 不如跟大家講解一下 浪潮國際其實做什麼 又或者它由創業版轉為主版的過程是怎樣 其實這隻股份和它都幾有緣 對於我來計算 因為,我想開頭的時間 其實我比較多研究一些創業版的股份 而當年,講到很久之前 2004年的時間 浪潮國際在創業版上市 其實當時上市都沒有什麼人認識 但之後 公司就有些消息 什麼消息呢 就是微軟入股 當年大概是2005年的時間 微軟入股 其實股價之後有些變動 但一個比較好的時間就是2008年的時間 當時公司的業績是十分之強勁 理想 同時同一時間 公司也都宣佈是有個轉版 就是由創業版去到主版 但問題是轉完主版之後 業績似乎又差了一些 就開始又離開了 另外,微軟在一年的時間 基本上都將股權減持 其實之前的時間 講一下入股的時間 如果你當時買一些行使的CV 當時的股權有機會超過三成 但現在基本上已經減持剩下6.59% 事實上都可以輕輕說一說這個情況 因為當年或是在2005年左右的時間 其實微軟做了很多這些動作 即是有能入股不同的IT公司 你可以說是亂石頭籃 基本上是投資很多公司 但很多基本上都是表現就慢慢的 其實浪潮也是 因為如果你看回當時的買入價 即是入股的價格 以及之後沽的價格 如果加回帳面上來 其實是虧損的 即是可以說是輸錢收場的 但也是因為這個舉動 令到當時浪潮股價 比較大的震盪 但無論如何 這些是這間公司本身一些基本的歷史資料 看到由創業版到主版 又或者微軟入股之後到減持 但持股量仍然是5%流上 仍然都要申報 會不會其實這個當中有巧妙呢 轉頭又問Stanley 不如其實浪潮國際 你講了他的基本資料 但股價表現是怎樣 似乎不是那麼熟悉 也好像是比較細價的股份 所以先講公司做些什麼 本身你可以說浪潮國際做一些IT 做一些可能是和 又未至於放網的 和一些資訊科技 比較大一些的關聯性 其實分兩個範疇 先講第二個 就是IT元件的貿易 這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因為本身可以說是一些IT的設備 一些買賣生意 但譬如以IT服務業務來計的話 我上面也看到了 本身有三大類 譬如一些軟件相關的服務 一些陷入式系統的服務 以及一些軟體外包業務 聽這些比較虛的 講一些實際一些 譬如公司本身 你可以說幫一些銀行 即一些內地的銀行 做一些叫做稅控機的生意 這是其中一個範疇 但特別要提起 其實公司幾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其實那些客戶絕對不小 譬如以銀行的客戶來計的話 內地的四大行 甚至乎好像比較 某些銀行 民生、招商 一些大型的銀行 其實都是它的客戶來的 譬如一些ERP方面 即一些企業資源 一些策劃的軟件 基本上它的客戶都是大的 譬如好像中鐵 好像一些武鋼 甚至乎一些軍工企業 都是它的客戶來的 所以你看牌面上 其實公司本身有沒有 應該不是差的 很厲害 這麼多大客戶 沒錯 其實你看到它的客源 或者做那些應用的範疇 其實都可以說是 或者在內地方面 都比較渴求 但是講到它業績方面 業績就比較奇怪 在過去幾年的時間 它的業績可以說是嚴重地走樣 特別就是業績方面 大家可以看看下一張的 slide 會見得比較清楚一點 2008年的時間 可以說是很強勁 升到大概是7倍的業績 即是盈利方面 升到7倍 但是在今天上面都見得到 在打後的09至12年的時間 基本上是不斷倒退的 它的業績是 到去年的時間 更加是迎賺虧 虧了9千多萬 其實你看業務方面 跟剛剛所說的 它有很多的大客戶 這件事的話 基本上有些軟移 令大家都沒有預算頭腦 為什麼客戶可能有這麼大 但是業績出來這麼差 這個稍後會再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我也想問Stanley 其實剛才講到的簡介 也講到公司的時間 是由2008年 由創業版轉做主版上市 看到那年的業績增幅 就有7倍這麼多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因素 其實是否公司有些巧妙 其實想由創業版轉做主版 才有這麼大的增幅 事實上很有趣的 這件事就是 其實公司在創業版 即2004年上市之後 它的業績是不差的 因為我沒有展示出來 但是由2004年到2008年 這段時間 公司的業績 基本上 我印象中都好像保持發營起 所以表現是不差的 到2008年的時間 更加之強勁 但是當然你看看它的銷售 你看它的銷售增長了一倍又多 也可能跟當時有些新的軟件推出有關 也都可以說是大受歡迎 所以至到當時的摩尼錄 也有一個比較上是突飛萬中 由10%到27% 整個登場是17%以上 另外盈利方面 由3,800萬 一舉就升到3億多 其實這是幾幾例外下的 所以當時令股價 都可以滑入 我記得當時2004年 是1元左右的水平 到了2008年的時間 基本上是1.8億多 其實增長都可以說是十分之強勁 增長了八成那麼多 股價是 沒錯 其實是不差的 為什麼2004年至2008年期間 變幅會這麼大 突然間2008年可以增長7倍 當然這跟軟件的方面有關 特別是一些軟件推出 但大家回想 其實很多創業版的公司 本身 你可以說是沒有什麼人認識的 甚至乎經理過 可能在科網之後 其實創業版基本上是四值 那些股份很多時候 被人標籤了 是比較差的股份 所以當時公司有轉盤行動的時間 其實股價都有些比較好的表現 當然 剛剛都說到 股價在2008年的時間 即2月的時間 而好像是要轉版之前 當時是一個白樓四的位置 當然 你加上一些隨正的因素 其實股價應該不止這個數 好 講完了 光輝一年 剛才提到2008年 轉主板上市 盈利增長有七倍那麼多 但為什麼到了2009年 一直走下坡呢 當然 你可以歸恩於內地方面 打得知 軟件的市場的競爭是很劇烈的 而且本身 都可以說 很多遠景的公司崛起 例如用油 金碟這些 不斷崛起了 所以變相之下 競爭很大 這是最新的公司出來的業績 2012年 其實是盈轉規 也可以說表現是十分令大家失望 其實很有趣的 公司在2008年 看到業績 看到頂之後 之後那幾年 公司繼續發營景 反而表現上 都做得不太理想 當然看回 2012年的死因是什麼 為什麼做得這麼差呢 第一就是公司說到 市場推廣的研發費用 急增 就是研發方面 因為你做這一行沒有計 你一定要做很多R&D的工作 另外也是分銷和行政的成本 比較高了 很多時候公司都這樣寫 很多公司做得不太好 都是這些原因 另外相預減值 6千多萬 如果你撇除了 其實公司都要虧3千多萬 當然這個在一年度是沒有 沒有這件事 今年上年是有的 另外也是毛利率方面 都是跌下來的 跌了不算多 23%到21% 跌幅比較上是輕微 但整體來說 其實公司在業務的範圍上面 即是在本業上 表現上都可以說是幾強差人意 甚至乎都可以肯定 其實在之後的時間 競爭只會越來越大 所以如果你說前景方面 都可以說挑戰都會越來越高 其實見到業績來講 做得那麼差 2009年開始來講 其實股價表現有沒有反映到 業績表現差這個因素 你說到2008年2月的時候 曾經破帝 是不是一直回落 圖表上都見得到 基本上2008年的時間做得不差 甚至2009年的時間 都曾經升上去 過七這個位 但之後就剛學日下了 基本上股價 真的沒有回到一元這些位 甚至到現在 基本上股價是 都可以說幾低產 所以你可以說這隻股份 當然剛剛都講到 你見到基本面 真的做得不太好 所以我之前都不斷強調 其實選公司 要選一些基本面好的公司 這隻是例外 但問題是 如果你是純體股價圖 都可以反映近幾年的表現 都真的不太理想 到底這隻有什麼因素 可以在基本因素差之下 例外可以選這隻股份 其實大家都很廢解 當然大家會覺得 今次選這隻股份來推介 當然也有些原因 因為本身公司的現金值 可以說是相當相當之高 這個是我自己計算出來的 事實上公司本身這幾年 沒有什麼多的 唯一多就是錢 即現金的儲備比較多 而事實上在2012年底 其實公司的現金 銀行的計劃和現金 有11億8500多萬 其實這個數目都很驚人 而這間公司是多少 其實市值不夠12億 其實是的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基本上現金幾乎是市值的 現在你一刻 甚至如果你扣除總負債 即6億多的話 正現金也有5億5千多萬 這個我想是正現金 已經撇除了所有負債 正現金5億5千多萬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以現在的發行股數 42億股去計算 會估計的正現金是1毫3指 現在的估計大概是2毫8指 你會看到正現金的量 相比股價 其實可能是5 差不多5成 4成多到5成 但這個大前提是 是去年的 但公司最新 亦有出售資產的行動 這裏也會再回籠 大概是2億9千多萬的現金 如果加起來的話 公司的正現金的數 會去到2毫指 但這是我粗略的估計 所以其實你說 可能和觸變一些的估計 可能是有些分別的 但這個數 如果說2毫指的話 相比之下 你現在買下去 即假設買下去的話 你已經有兩毫指的袋 正現金的袋 我見到這間公司的現金值這麼高 也見到現金值差不多高 比現在公司的總市值 其實見到這麼高的時候 有什麼利好因素 除了大家知道 沒有集資的需要 完全沒有這些需要之外 還有什麼利好因素 現金值高的話 有什麼好處 大家值得投資 基本上現金值高的公司 就等於你買一隻股份 其實基本上拿著一隻現金 你別以為其他固定的資產 所以變相之下 你可以這樣說 比較吸引 但大前提就是 現在上次公司裏面 都有很多公司的正現金 比較高的股份 浪潮可能是其中一隻 但不是它最高的 我印象中的股份 都比它為高 當然也是要看公司本身 一些基本的背景資料 因為其實這件事 都出缺於公司 有沒有其他行為會做 其實都可以解釋 現金值高的股份 其實有考慮幾件事 第一就是每年的盈利表現 假設你每一年都有新錢回來 即賺錢多了的話 現金值其實應該越來越高 當然看浪潮的背景 情況就不是 浪潮是虧損了 所以令到現金方面 其實有機會是會越來越減少 這也是那個趨勢來的 第二就是 經營現金流方面 其實有沒有留意的情況 本身浪潮是有的 但如果看上年的業績 其實都減少了不少 都做得比較差一點 第三就是業務方面 如果本身業務沒有前景的話 即使現金多 都是沒什麼意思 等於你可能都沒有發展 都是沒什麼用 浪潮的情況都是 其實你看到現在這一刻 前景都正如剛開始所說 其實你見到前景都比較麻煩 即業務的挑戰都會比較多 另外就是公司有沒有回購股份 因為通常 錢多的公司 有一個做法 通常會回購股份 變相就是 可能令到你每股的盈利方面 貪募的效應會越來越少 或者是每股的EPS方面 可以提升到 但可惜的是 浪潮本身 在過去這幾年 都沒有什麼回購股份的行動做過 最後 有沒有機會派特別息呢 因為通常錢多的時間 大家會衝進這件事 甚至乎 上個禮拜推薦的水安建業 都是一樣的 基本上它是賣完資金出來之後 它錢多了 自然有機會派特別息 但套用同樣的情況 在浪潮身上的話 基本上機會不大 因為浪潮本身 你可以說大股東持股量 是大約三成二所 你說會派股息的話 這個誘因 都不是很大 所以歸納了 其實你說 當然浪潮是現金值比較高的股份 它是其中一隻 但這個因素 都未足以令到它的股價 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是的 你就說到現金值高 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 剛才說到全部浪潮國際 好像都不符合 但推介原因之一 又說現金值高 其實投資者要怎樣去理解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賣點 但未至於是一個最大的 推介這些股份的地方 但這一個是有點憧憬 因為始終你可以說 現金值高的公司 事實上 有些投資者都比較喜歡 鍾情於這些股份 但在浪潮身上的話 似乎這個 只可以是一個賣點 未至於是一個 足以構成一個賣入的原因 好 暫時來說 浪潮國際 都沒有什麼特別利好的因素 值得大家買入 說完現金值高 第二個因素 就說到 母公司方面有重組的概念 是 母公司都是一間比較 在內地 一間比較有名的公司 亦都比較厲害的公司 是 是否可以憧憬一下 這一個可能 才是一個最大的賣點 對於浪潮來計 其實浪潮 剛剛講到的 業績表現是不可以 現金值高 雖然高 但似乎又沒有太大的作用 但這一個因素 我覺得才是一個最大的 可能有因 就是導致浪潮的股價 有機會在之後的時間 做得比較好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 先講一些浪潮母公司的背景 就是浪潮集團 這間公司 聽的名字 跟浪潮國際差不多 但問題是 規模上 可以說是 差天共地 事實上 浪潮這個名字 浪潮 其實在內地方面 你可以說知名度 其實是很高的 高的程度是怎樣 基本上 可以說是內地軟建業 一個比較知名的牌子 事實上 早於 1950多年的時間 其實公司已經成立了 可能這段時間 成立了 它的前身 就是山東的電子設備廠 聽的名字好像沒有特別 但問題是 這間公司 曾經生產過的 一個叫做大功率的電子管 是用在中國 第一火的人造衛星 東方紅1號身上 所以反映前身 山東電子設備廠 其實當時 可以說是心得 受到內地中央的注視 而且這間公司 本身的控股股東 即浪潮集團 本身就是 山東省的各有資產 投資控股 即是一個 國家背景的公司 而且 剛剛新任的 郭樹清 即新任的 山東省委副書記 甚至乎 去到山東的時間 第一 第一 就是從事很多 各個民生的探訪 其次 就是探訪浪潮集團 即可以反映 浪潮集團 在內地的地位 其實都挺舉足輕重 是 我看到 都專門去探訪一下 這間公司 其實講到浪潮集團 在內地的地位 這麼舉足輕重的時候 其實浪潮國際 在香港上市 又可不可以 只憑無貴呢 其實這個 可以說是一個 賣點來的 但現在這一刻 似乎又未反映這件事出來 其實很有趣的 好像這些 叫做武子公司的關係 其實不是現在有的 一直都有 但你說 如果單憑浪潮國際的業績 大家會很失望 但為何會突然提到 武公司的背景呢 如果單調武公司 可能講剛剛的名字 大家都可能覺得 都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但如果問題是 比較營業額的話 浪潮集團 上年的營業額呢 那是401億 那是升了900% 按年升不太多 但相比騰訊呢 騰訊上年的營業額呢 都是440億左右 其實你比較一下 它跟騰訊的規模 可以說真的去到差不多 營銷方面 而且本身在內地方面 其實這個浪潮集團 在中國企業家的 協會發佈的一個 中國企業五百群裏面 它排排第248 都可以反映回 其實在內地企業 理解裏面 它的表現 都真的不是失色的 這樣 看到來講 其實有其他報告都顯示 浪潮伺服器在國有品牌裏面 連續17年 市佔率是第一 政府行業連續10年 市佔率都是第一 似乎非常有實力的這間公司 但為何公司會這樣呢 可能同時歸因於定位的問題 而且本身沒有公司 你可以說它的業務的範疇很廣泛 其實包括軟件之外 公司都做很多硬件的生意 特別是伺服器 其實如果說伺服器的話 X86大家可能現在都聽得多 為什麼呢 聯想之前沒有收購IBM的業務 就正是X86 伺服器這個業務 其實在內地方面的話 其實浪潮 浪潮的伺服器 在國內的品牌上面 其實連續17年 佔會第一位 市佔會第一 如果你是以政府行業來計的話 近這10年 都是市佔會第一 因為基本上你可以 剛剛講到 其實浪潮本身的發展背景 跟內地方面都很認識相關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跟很多官方的關係 都是十分之好 所以變相 內地很多官方機構也好 甚至很多IT方面的應用也好 都是很看重浪潮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沒有公司 就可以真的受惠這些背景 其實這公司又不是不受惠 其實剛剛都講到的了 你說它的客人都很大 這個也可能是歸功於 就是沒有公司本身 在內地有這麼洪潮的背景 但是只不過你可以說 竟然比較差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大的問題 另外大家都知道 雲計算本身 現在大家都很流行說這件事 雲計算 其實浪潮都可以說 在內地方面 這一行的先行者 它本身都可以說 在雲計算 我印象中好像 2008、2009年左右 其實公司 現在沒有公司 即是浪潮集團 所以已經開始做這件研發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說雲計算的話 其實它在內地方面 都可以說是一個 相當之具實力的一個機嫌者 好 其實看到了 剛才講到浪潮集團 在內地的地位 這麼舉足輕重 也都講到那個業務 分散的確闊性 其實很大的時候 其實在這麼多個交易所上面 有多少間是浪潮集團旗下的子公司 我想你不說 大家又不知道 因為本身浪潮國際 你可以說是浪潮集團 一間叫海外上市的代旗艦 一間公司 雖然現在就不像一間旗艦 但是問題 其實在內地方面 公司也有兩間叫子公司 在不同的交易所上市 一間就是上交所的浪潮軟件 其實它做些什麼呢 最主要都可以做一些通訊的電腦軟件 即技術的開發 生產和銷售 另外也是另一間就是浪潮信息 在深交上市 其實很有趣的 兩間公司做的事情 其實差不多 甚至乎 如果你拍下去 看浪潮國際的話 三間公司 你可以說都是做一些 專門從事IT的生意 即與IT業務相關的生意 但分工上面 似乎都不是很清晰 如果你光看的話 其實三間公司做的事情 真的差不多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一直以來 你都可以說 內地都有很多的呼聲 這個系是需要重組的 是的 而且我看到三間公司 有浪潮軟件 浪潮信息 和浪潮國際分裂 在內地和香港 三間不同的交易所上市 其實你說到分工上面 又或者業務層面上 分工不是那麼仔細的時候 其實如果投資者要買 都不知道選哪一隻好 其實重組是否有必要 所以變相之下 內地的兩隻 浪潮信息和浪潮軟件 表現上都是一般般 但每一次 可能搞一段時間 基本上公司 就會查一個重組的概念 事實上 在浪潮整個集團裡面 2009年的時間 進行一次大規模的重組 但當時其實 反而對於上市公司裡面 這三間公司 本身沒有太多的參與 但問題是 如果以三間公司來的 做的事情真的差不多的話 其實有一個重整的必要 至少就是資源上的分配 可以更加集中 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分散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很多的呼聲說到 公司是有個重組的必要性 甚至乎就是 其實一直都說 在應該03-04年的時間 當時也有傳說 浪潮集團將它整體上市 當然這個 當時公司也都發現了 但是這個 是沒有公司 就是重組完之後 再上市這個消息 基本上在內地方面 是沒有停過的 甚至乎 剛剛說到 郭樹清還沒有去到浪潮集團參觀 當時也有人棄言說到 一件事就是 郭樹清去到山東省 第一把火 就要將浪潮集團整體上市 當然這件事 你可以當一個笑話來看 但問題也反映了 似乎大家對浪潮集團的 這件事 上市的憧憬依然存在著 還有可能有幾間上市公司 不同在深交所、上交所 又或者本港港交所上市 做的業務差不多 其實重組 可能對沒有公司也有利 所以都比較 多人的呼聲比較高 有這個憧憬在這裏 但最近都知道浪潮國際 其實也有出售一些資產給沒有公司 其實他們現在的關係是怎樣 其實這件交易 基本上市場的反應 都不是那麼正面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你說在浪潮國際 剛剛都說到的 兩大業務 一個是軟件 一個是IT的軟件銷售 事實上如果以營業額 去佔比來計的話 其實IT的軟件 為這個業務佔比不小 佔比大概是五成多 如果你比較一年的時間 這個佔比更加之大 甚至乎可以這樣說 其實這個業務本身是有順利的 有五千八百多萬 公司呢 雖然今年可以說是營轉規 但問題是 如果你沒有這個業務的話 基本上那邊更加之差 所以這個行動 其實你可以說公司 內潮國際這一著 有些怪的 這個行動是有些怪的 當然公司也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本身這個業務 財務利率呢 是低 而且本身呢 增長空間不大 所以呢 又是善價而沽 但只不過呢 你說如果一間公司本身 本業都做得不太理想 而一塊賣錢的東西 都賣出去的話 似乎這個做法很不尋常 還有它這一次 其實叫做賣這個資產 回給母公司呢 其實作價呢 P大約是五倍左右 其實你說是否很貴 或者很便宜呢 這個就比較難去估計 但是似乎有這樣的價錢 賣給母公司的話 大家自然也會聯想到 公司之後靠什麼為新呢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變相之下 賣完資產出去 公司的證現金也多了 剛剛都說過了 現在變相每一股的證現金 大概兩毛錢以上 但是問題是 如果這樣的話 第一 派特別息的機會不大 因為之前都說了 其實母公司持股權 三成多了 其實派出來的誘因不多 所以變相之下 現在兩毛錢而已 第一是說 可能就是向母公司 收購一些優質資產回來 就譬如好像是說 雲計算這些資產 如果再不是的話 都不排除 可能母公司 在耍耍的時間 有機會可能是 就是注入更多的 甚至乎 不排除 整體上市 在下去 不搞到身上 但問題是 當然現在這一刻 這些動機 或者這些原因 都是猜上出來 但變相之下 你可以說公司 是有一個 駐入資產的誘因 就是一些憧憬 以及母公司 就是上市的憧憬 其實看到 現在持有現金值 這麼多的時候 任何可以向母公司 買入的一些 比較有利的資產 絕對有這個憧憬 沒錯 其實說了這麼多 剛才說到兩點 就是推介這次的股份 就是現金值高 還有有沒有公司 重組的概念 其實一開始已經說到 風險比較高 其實是否剛才所說的 不利因素 是重複風險因素 基本上 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這次推介這隻股份 風險真的比較高 而且在公司的基本面 來看 業務表現真的不太理想 而且也可以預計得到 在之後的表現上 你說業績會不會有個 突然間有個 轉圈的情況 現在這一刻 我都不敢說 甚至乎有機會 可能會變得差 所以業績這個風險 其實是不得不防 也是要留意著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其實母公司本身 你剛剛說到 好像聽到母公司 其實是一間 相當之強大的公司 但問題是 這個局面 母公司很好 子公司做得不太好 這個局面 其實維持了一段 幾年的時間 但這件事本身 是沒有改寫過的 都是這樣行 究竟何時會改變 即何時沒有公司 會駐入資產 給浪潮 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所以如果 假設這段時間 拖得越久 的話 投資者失望之餘 原來股價 可能做得不太理想 第三 是說 微軟減持股份 事實上 現在微軟本身 好像6.59% 如果是金額 計算的話 那裏的數目不太多 可能是 以千萬計的數字 你對於微軟本身 都可以說是 一個小數目 但假設微軟沽貨 市場上 都不其然會引起震盪 所以這三個風險 其實我覺得 大家要留意著 好 謝謝Stanley 說了這麼久 不如跟大家說說 買入策略 這支風險更高 應該怎麼定 今天股價都在跌 不止 其實你看回 成交方面 都開始比較疏落 其實之前的時間 可能成交比較多 但可能在業績公務員之後 基本上 大家都心灰意難 對這支股份 都可能做得比較 都不是好看這支股份 所以買賣策略方面 其實不介意現價可以考慮 一個比較進取的目標價 大前提就是 可能公司有一些拼購重組的消息 所以可以定得比較進取 定三毛六這個位置 一年高位 沒錯 一年高位 但是指示位 定了兩毛半指 大前提就是 假設一真的跌到兩毛半指這個位置 就一定考慮指示 似乎都挺直播 中午收市價是兩毛八 就見到 定一年高位三毛六指 指示價兩毛半指 似乎那個直播空間都大一點 但大前提是要有些憧憬 就是剛剛講到的原因 譬如說 可能真的 沒有公司可能有些注資的情況出現的時間 才有機會可能到這些 好 謝謝Stan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回剛才講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謝謝 回到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記住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 回到見 好了 今天 開始 謝謝